朋友好 我们继续说毛泽东大传 这是很老很老的一顶帽子 我今天把它戴上了 我太太竟然说我像攀冬子 像闪闪的红星里面的攀冬子 是老了的攀冬子 好吧 我知道我不像 我也没有朱新韵那个年轻的时候长得那么帅 但是我觉得我愿意接受这个称号 你那是一个曾经的红孩子 我也是 我们继续说毛泽东大传 我们继续说上节我们说八一宣言 现在很多人拿那个 尤其一些反毛的一些个分子们 拿这个八一宣言说事啊 说这个啊你毛泽东 你抗战争你什么你各种各个各种战略策略提出什么 那你就拿八一宣言说事说什么 八一宣言人才说的啊 是说干嘛 要结成全中华的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你在此之前八一宣言说的说 甚至八一宣言发表了之后 你毛泽东在中国你还在国内 你还在这搞这个这个反讲什么抗日的 是吧 然后你满足他们那些个反毛的那些 阴暗心理 我们不屑于重复他们那些个 他妈的所谓的观点 那么我们看看啊 我们看看当时啊 根据共产国议的共产国际的精神啊 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 王明那起草执笔的啊 跟这个中共代表团的这些个成员们协商之后起草的这个八一宣言 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上次我说的我估计 我上次我觉得他说那个东西 大家分享的有点像一个 一个序 像个前言一样 兄弟戏仪 强外书 外书 等等啊 这些东西 然后集中一切的国力 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奋斗 那么他具体的东西讲什么 具体的东西啊 我们也不必 逐字 逐句的分享 概括一下啊 概括一下 概括一下 八一宣言 首先他提及当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陈述了从这个1931年的918事变 以后 东三省啊 还有华北四省被日军侵占的这个事实 嗯 这个时候他说的华北四省 嗯 是和今天的概念不一样啊 嗯 当时说的华北四省就是包括什么热河呀 啊 什么随悦 这这查尔 说声明啊 以此 然后就说声明国家民族已处于在千军一发的生死关头 那么提出了抗日则生 不抗日则死的口号 嗯 随后呢 这个八一宣言里也确实批评了蒋介石 啊 阎锡山啊 张学良啊 等等 把他还 八一宣言也把他们称为卖国贼 啊 说他们的 抨击了他们的不抵抗的政策 以及让我们必须 必须安内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 还有他们所谓的 中日亲善的 中日合作等等的口号 嗯 谴责了 那是扣退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 与汉奸卖国贼 祥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 啊 那么提出了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啊 那么宣言认为说我同胞抗日救国势力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日扣蒋贼的内外加工 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啊 隔细隔阂和误会啊 以致未能团结一致啊 就是他们坐在莫斯科啊 遥望东方故土啊 分析了当时啊 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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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啊 为什么一步步得逞啊 中国国家的主权利益一步步受损的原因 那之后呢 白鱼宣言就呼吁呼吁全国的同胞和各党派军队放下彼此的争斗旗舰啊 是各党派啊 和军队 全国的各党派和军队 那我们想他自然也包括了蒋了 也包括中央军了 是不是应该是啊 尽管前面他还说了日扣和蒋贼 哈哈啊 嗯 说呼吁全国的同胞的各党派各军军队放下彼此斗争旗舰 停止内战 以便集中一切国力 国力啊 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同时 在其中宣布只要国民政府的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 实行对日抗战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愿意停止敌对行为 与之亲密携手 共同救国 那这说的是中央军楼啊 这是中 尤其是中央军楼啊 国民政府的军队啊 接着宣言中啊 他提出了说要求成立国防政府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愿意接受此政府的领导 共同抗日啊 这提到了一个国防政府的问题 宣言抛弃了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 提出了统一战线包括上层也包括下层啊 宣言抛弃了达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啊 这我们的年龄都知道我们当年学的时候 历史的时候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啊 那么呢 作为历史 这个今天 对于这个八一宣言的这个评价 那么中共的官方 一到今天为止呢 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的修使者 对于八一宣言的评价是什么 说八一宣言初步的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 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内容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策略方针 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 为什么那么说呢 你看他就说了 我们看看这个宣言里头 这个八一宣言里头 他不再提苏耶建设的口号 不再提中华苏耶共和国呀 什么苏耶这个词都不提了 而是提出了 苏耶政府和共产党 愿意立刻与中国的一切 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 各团体 这各团体后边 一个括号 解释各团体 包括什么 包括工会农会学生会 商会教育会 新闻记者联合会 教职员联合会 同乡会 制工党民族武装 自卫会 反日会 救国会 等等等等 这建立最广泛统一战线 还有什么 包括什么 各界名留学 各名留学者 政治家 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 进行谈判 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 这一点上 八余权业的突破就在这 事实上 它已经包括了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了 也包括了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了 但是我们发在了分享的这些 大家听也看到 这个八余权业也没有放弃这个反讲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精神 八余权业仍然号召大家 号召说大家起来 冲破日寇 讲贼的万重压迫 就事实上 八余权业 反讲抗日 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宗旨 一样的 你看 号召大家起来 冲破日寇 讲贼的万重压迫 勇敢的与苏维埃政府和 东北各地 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的 统一的 国防政策 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 及各种反日义勇军 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 抗日联军 这就把国民党 正式的在呼吁里面 宣言的呼吁里面 把国民党也拉起来了 整个的国民党 事实上是把整个的国民党 都给拉起来了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 各团体 建立联合政府 联合的国民政府 然后呢 组织全中国统一的 抗日联军 大家知道 真正的抗日联军 什么 东北抗日联军 这就是概括总结一下 八一宣言的主体 那么我们在这个 八一宣言的主体中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中国 日本侵华 这个步伐加快之后 中国的这个形势 他们对于这个形势的分析 判断 是正确的 也是准确的 那么第二 就提出了放下任何旗舰 什么全中国的这些 大家团结在一起 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然后应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有 有 但同时呢 他和当时的中国国内的 苦斗中的中国共产党的认知 还是一样的 他也没提反蒋 没提反蒋 没放弃反蒋 没放弃反蒋 这个 还是日寇 讲贼并列 日寇 日寇 又爱公知们 反毛的这些分子们 他们说八一宣言说是 拿八一宣言说是 他们是忽略的这些东西 他们强调的是八一宣言 王明 王明 同志 你看人家起草那个东西 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人家才是先生夺人 人家才是得风气之先 你共产党只是在 他们在这个西安事变之后 才把这个反蒋康 变成了连蒋康 你看这王明他们 是不是啊 觉悟的多早 好多这帮这个这个右派公知们 那所谓的这些历史学者们 是这么研究历史 这么研究历史 那么事实上是什么呢 事实上就是从新北哥看来 我认为 这个宣言在1935年八一 提出有的非常重大的这个意义 确实有非常重大 他代表了当时 这个中国共产党人 或者说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 对时局的分析以判断 那么这个东西 经过基米特洛夫和斯大林的认可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东西 已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 自己的东西 那么他已经得到了 共产国际的领导人 和苏联领导人的 这样的认可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霸于宣言 所诉求的各方面的这些个要旨 不仅仅是因应日本侵华 即使是因应着日本侵华 他也没有仅仅的落在 抗日救国的这个基本点上 我上一节说 共产国际七大 提出的各种决议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叫保卫苏联 说的在全场叫武装保卫苏联 所以这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共产国际七大 这样一个牛掰的这样一个会 然后至于当时只有八千之众的中国共同红军第一方面军 还以这样的天赋来关照东方的革命 为什么呢 就是苏联 这个斯大林 他们在这点上 斯大林绝对是战争家 他早都知道 苏德之战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 他当时做的所有这些东西 那包括苏德户部七万条约 苏日上 他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为了尽可能的推迟战争的爆发 他要准备 你看他要准备 但是敌人从来不可能按照你的时间表 而啊 来做自己的这个作战计划 那么事实上什么呢 事实上是当时八余千岩起草的整个的过程的背景 是什么呢 是武装保育苏联 那八余千岩结合中国的实际说的这些东西 很多合理化的东西 并且很多东西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 包括在毛泽星那里 已然都已经形成了一些个一些个东西了 还有就是他们说的这些东西 在日后的中国抗日 八年的关内抗日战争的过程中 很多东西也都付出事实了 那么为什么把这个东西 我们这一节说说这个事啊 毛泽东大传说亡名起草的这个东西 到现在位置我还没说完呢 就事实上 我们从八余宣言里面的一些个内容 我们似乎嗅到了 什么呢 嗅到了三年以后 三五三六三七三八差不多 我们似乎嗅到了 几年以后 王明啊 包括昨晚邮逼的康生和陈云 从天而降 王主席说他们是昆春山上下来的神仙 然后呢 带着这这上方保健 落到了延安机场 然后中国共产党内的一大批大佬 包括专来这样的大佬 都第一时间 就开始认祖归宗 为王明马索 马首施展了 这也就是什么 这也就是我看八余宣言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包括一些背景啊 什么这些分析 我感觉 事实上这已经为王明回国之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为了统一战线 什么 事实上 这就是他们的底子 这就是他们的基础 他们的理论的基础 因为八余宣言 你事实上看的所有人都 他基于什么 为什么基于特朗普 尤其是萨林都觉得很满意 因为 这对于武装反卫 苏联 有利 如果东方的中国人呢 能有那样大的号召力和这个动员力 然后团结起中国 各党派各团体各什么干嘛 然后在中国结成了这样一个最广泛最广大的统一战线的话 那么形成了一股子抵抗日本的这样的一股子势力 一种力量 那么对于苏联的远农安全 当然是 这这这这利好啊 当然是大大的利好 那么八一 1935年的八一宣言 王明七草的时候 他写这些东西 合理不合理 我觉得有一些合理性 还是合理的 也透露出了他们基本的共产党人的修养 但是 随着日后 三五年大战 随着三千年七七事变的爆发 八一三抗战 等等 事实上宣告了什么 宣告了 日本 侵华的终极战略目的 终极战略目的 那么在日本的终极战略目的 在中国的这个面前 中国的各党派 各团体 各政治势力 就要求他们要做出一份 一份抉择 是什么呢 是怎么抗日的问题 怎么抗日的 他确实是有那么一拨人 有那么一个党 有那么一个所谓的领袖 他希望假抗日之民 去消灭 一击 铲除一击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中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是什么样子 所以事实上 我感觉 八一圈的很多内容的一些 基本精神 你要联系到王明回国之后 他推行那一套 所现在官方正式认定的 那套右倾主义 右倾投降主义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东西的根 是从1935年的八一圈言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你按照八一圈言 这些基本的东西 最后他提出 一切服从统一战义 一味着统一战义 这不就合情合理啊 是不是啊 这后来提出的 一切封门在线 什么这些东西 不就从八一圈言 王明起草的 基本的一些框架 反映而来 所以呢 任何政治家的 最后的政治结局 是和他曾经的政治作为 包括政治主张 这个东西 这是相联系 相联系 那么 我们回到 这个35年 那八一圈言发表 那我说这份圈言 发表的时候 因为他不在中国发表 在莫斯科发表 那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传回到中国境内 让在国内苦斗的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国大民众 能够看到 嗯 林玉英 张浩 当时不就奉命回国吗 我们说 那天我发了感慨 这个张浩 竟然把整个的八一圈言 都给熟了一心 给背下来 那背完之后 画名张浩 然后穿过了什么中亚的隔壁 沙漠 然后最后到了 这个这个 厚多瓜园 后来到了陕北 到了陕北的瓦窑 噗 还是叫瓦窑 宝 那么 跟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这个中央就会合了 就会合了 那么 他 把他背的东西 合盘的又说出来了 而那是什么呢 那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啊 那是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合盘的意见 那么 这个东西传达下来之后 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政策的确定 战略的制定发生了什么影响呢 下一节再说 谢谢大家